2019女人我最大賞 美妝界的奧斯卡盛世 美妝界的奧斯卡盛世 引領美妝潮流新品 集結美妝界近50位評審 2019女人我最大賞完美退遍 超過1000件產品參賽 2019女人我最大賞 其實很快也就是3年前了 其實時間真的過很快 然後我的婚故其實就是 就是那什麼Stacy 所以其實當天她在現場 她看了很多很奇妙的現象 所以我第一個看清的人就是 我媽媽 我男是親身的 因為她完全沒有要放過我的意思 因為我媽從以前我結婚之前 我談戀愛的時候 她常常就會說 如果妳以後結婚妳換三套 我也要換三套 但我覺得這是說說 因為誰會跟女兒搶那天的風頭 我媽真的就搶了 她從第一套 因為她陪我去試婚紗 她就很小心 可是妳要穿什麼衣服 媽媽陪妳去看我說 媽媽的阿 所以我就先讓她看了我的婚紗 殊不知她就記在她的腦海中 就訂做一套跟我同款不同色 我常笑她短袖 有多氣 因為她怕熱 所以她穿短袖 然後於是乎就來了這一套 這個水藍色的 然後她就跟我穿這一套 而且她在房間換出來的時候 她為了不要刺激我 她沒有這個紗裙 因為這是後面加上去的 它只有裡面那一件短 就是那個貼身型的 然後要那個賓客陸續來的時候 她就自帶紗裙說 那我先出去了 然後她就出去了 然後我就留下錯愕的 我想說她到底在幹嘛 然後很多賓客陸續到 我媽就很忙 她招待全部人 因為女兒結婚開心這樣 然後我就收到簡訊了 何家瑋就傳簡訊給我說 我想跟妳說一件事情 我剛剛把妳媽問問我是妳 因為她從外喉開 她是新娘 因為後面是澎裙 然後跟我說 這新娘好近的 怎麼這麼快就出場了 對 然後是不是轉過來是我媽 然後她就傳點訊跟我說 我想先跟妳說 然後我背就涼了 我在裡面我還沒出來 然後想說外面到底怎麼了這樣 所以她就跟我搞了這一出之後 然後我是不是要換第二套進場 那我就很擠壓回來 因為都沒有吃東西 然後第二套 有人載我的試衣間 我媽在裡面換第二套 她說我快好了 幫我拉拉鏈 我還要幫她拉拉鏈 我要吃茶 她就說我換了這一套銀色的 然後這一套銀色 真的看起來 她有脫白 對 而且很大件 就是賓客還要讓她過 然後她穿這一件碗就算了 她背後是大漏背 大漏背 然後她自己挑的 然後結果到最後照片出來 她每樣照片都是這樣 她說我好看在後面 然後而且最氣的是什麼 你知道我媽這樣對我沒關係 婚 顧 全部都看在眼裡 到最後是不是照片就要出來 她都會丟在雲端給我們選擇 我就很開心婚禮幫我刷照片 全部都是我媽 每一張都她 她跟所有的賓客都有合照到 所有的伴娘跟伴娘她都有照照 我的就是聊聊幾張 就是可能進來拍那幾張 因為攝影師都被我媽帶走了 她說來 幫我跟這個誰誰誰 什麼拍一下這樣 然後你看我婆婆多麼端莊 就穿這樣 這一套還是我求我婆婆穿的 她本來不是要穿這麼亮的 然後除了我媽在亂我之外 我老公也很厲害 就是她就說沒關係 你要怎樣都可以這樣 所以我就全全決定什麼 花要什麼顏色 桌巾要什麼顏色這樣 很貼心 都沒有意見 真好 然後就去了飯店要簽約 決定了 顏色都調好 她大哥一坐下來就說 為什麼不用白色的 我說白色 什麼東西用白色 桌巾 她說桌巾跟花都用白色 你怎麼可能在台灣辦白色的婚禮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不能 然後她就說 為什麼不用白色 你為什麼要選什麼紫色 妳可以解釋給她聽 她們的習俗 對 可是她就是聽不懂 講到習俗我就更生氣 她就上網看了別人玩 那種中式婚禮的過三關 她就說我早上也想要一個中式婚禮 因為她伴郎全部是外國人 他們沒有穿過 對 阿兜 他們沒有穿過就是這種 長袍馬掛中式的衣服 然後她就說我要玩那個過三關 我要跟我的伴郎玩 然後我說可是 妳就要有早上的迎娶 移錄什麼 有的沒有的 然後什麼很累 然後什麼要摸什麼蘋果 然後進來要鳳茶什麼的 她說 妳怎麼省去前面 後面 然後只玩過三關 就是鑼髮要放在 腿中間敲鑼的那種嗎 沒有 就是 我們剛剛沒有做到那麼大拳套 就是比較簡易版 可是妳還是要有早上迎娶 然後妳迎娶就是妳的習俗 就是妳前一晚上不能睡一起 妳一定要分兩個房間睡 她又不高興了 她說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睡在一起 我說沒有 這就是一種習俗 表示妳隔天妳要來娶我這樣 然後幫我從低樓層 然後帶到高樓層 然後中間要過很多的關卡什麼 她進門要摸蘋果 然後還有就是小朋友要給她東西 然後進去要發紅包 然後再過三關這樣 對 她從頭到尾那些都不想要 她就只想要過三關 所以就 很難忘了婚禮 好可愛